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经里面还有人向上帝发怒的吗 很少很少 但是仅然有一个直接向上帝大发怒气的人 这个人就是又拿 你知道对你不输的人是不敢随便跟你发脾气的 你对你的老师不敢随便发脾气 但你对你的妈妈敢发脾气 对不对 为什么 难道你妈妈比较没有价值 可以受你这样的气吗 难道你的老师更有功劳吗 我为什么常常发现 越亲近的人我们越不客气 我们越客气的人越不亲近 为什么 许多做太太的人 你对我这么不好 你对别的女人那么好 这很难回答的 许多做太太的这么讲 做丈夫也这样 别的女人不敢对我这样 只有你敢对我抢嘴 那为什么 越亲近的家人 越敢大喊大叫 为什么对别人千功有礼 毕恭毕竟 非常谦顺 蛮有文化气息 见到自己人看他分又牵了 不能随便跑掉了 而且要依靠我 就可以向他大喊大叫 为什么会这样 又拿对上帝大发脾气 莫非又拿跟上帝已经很亲近了 亲近到一个地步 反正是我自亲 我生气你也没有办法的 是不是这样的 我是不明白的 我只知道 当又拿发脾气的时候 是不理性的 那上帝用理性平衡他的感性 他又用不理性来回答上帝 就是更用感性回答 不理性的感性 上帝说你这样发脾气 喝福离吗 上帝说你生气要有理性 大家说生气要有理性 你这样烦怒喝福离吗 又拿回答我烦怒到时也喝福离